清朝乾隆年间 鲁中聚越县有个奇人催旧 能左右开弓打的一手好算盘 不管多麻烦的账目 只要请了他来 他喝着茶翻着账目里里思路 然后噼里啪啦的一通算盘打下来 算的那账目不差分毫 故而人送外号铁算盘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天 先令林默轩进城了一顶小轿 来到了崔九家里 林默轩说 最近商业大镇米水镇 发生了一场火灾 起因是汪记棉花店的存棉仓库 因灯笼被风吹翻时火 火界风势 烧带着就把紧邻的徐家粮店 米水镇分店的粮仓也给烧了 粮家闹得不可开交 官司打到了县衙 徐家要求汪家赔偿五万斤的小麦损失 而汪家反驳说徐家粮仓里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粮食 三万斤都不到 让些令林默轩头疼的是 徐家粮仓里的粮食全都烧成了灰烬 粮仓的账本也烧了个干净 徐家和汪家军事当地数得着的大户 都和上面州府衙的官员直直漫漫的 有亲戚关系 林默轩是哪一方的离也不敢收 哪一方也不好得罪 这案子到底如何来断 可把他难坏了 所以他才前来请崔九帮忙 崔九本不想插手这事 可爱于这林默轩的官威 只得应承下来 当天崔九就领了 盖着县令大印的全权委认书 带了几个捕快去了米水镇 先去查看徐家被烧的粮仓现场 案子没断 现场都保护着呢 徐家的粮仓用轻石块垒成 仓顶是粗竹竿上面敷了尾薄 又用薄泥扇了迈接 这样的仓顶既能防雨 通透性又好 没想到遇到大火烧塌了架 崔九看了现场 把徐汪两家管事的叫到一起 说本案的焦点就在于徐家的粮仓 到底烧了多少粮食 你们说说看 徐家米水分店的掌柜侯奎说 我们一共两个仓库 烧的这个是二号仓 我们卖季里刚收了五万斤新卖 全堆在二号仓里 我们店里售卖的粮食都是一号仓的 这个有账本可查 只是二号仓的账本被我忘在粮仓里 被火烧了 邦家棉花店的掌柜前言说 徐家粮仓起火的头天中午 我们旁边酱醋店里的小伙计 阿三、阿四为了掏鸟窝 还悄悄借了长梯子 搭在徐家的二号仓上 去掏他们山墙上通风口的一处搬灸窝 这俩小子来还梯子时还说起过 说通过通风口 看到徐家的二号仓里 小麦只存了半仓 徐家粮仓装满也才五万斤 隔了一天就着火了 中间徐家根本没有再存粮食 又哪里来的五万斤 叫我说三万斤都不到吗 站在一边的阿三、阿四也过来作证 说确实是看到二号粮仓 只有不到一半的粮食 不带催酒发话 侯奎说 他们肯定看错了 我们的账本虽然烧了 可是我们收粮食时 粮库卖给我们粮食的 我们都给了一张优惠券 上面都注明了 卖给我们粮食的金粮 这两天我们发了告示 让大伙拿出凭具给我们作证 催酒听了点点头 让人赶紧把售粮户送来的凭具汇总 他还特意看了看那凭具 真的注明了 卖粮人的名字和卖粮金粮 而且都注明了 卖到了徐家二号仓 汇总的结果 果然是五万斤小麦 催酒巴拉着算盘 说看来这是基本就清楚了 他要回去向见太爷交差了 徐家人听了高兴 汪家人听了不服 临走 催酒想起一件事 就跟侯奎商量 说他一个亲戚要肥田 想买了二号仓的粮灰 问侯奎能不能卖 侯奎满口答应 正好打扫干净了重新盖房呢 还卖什么 就送给崔先生得了 催酒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 这有假公祭司占便宜的嫌疑 说着 让部快们招呼人把粮灰打扫了 一筐一筐的过了秤 马方到长院里 一共两千斤带点零头 按照一定一文钱十斤粮灰 催酒说他先回去找现太爷交差 回头让亲戚赶马车来交钱拉挥 第二天晌午 催酒陪着现太爷 一仗浩荡 又回到了米水镇 渠王两家的户主也被早早传了来 现太爷要就递审案 引得当地百姓纷纷前来看热闹 临时审案的场地布置好后 就见催酒让人支起了一个炉子 上面放了铁锅 生火之后带铁锅烧红 放进去三斤小麦 不大一会儿功夫 小麦就着了火 一会儿全烧成了灰烬 众人都看得稀里糊涂 先太爷这是要干啥呢 这时 有人过来打扫了锅里的灰烬 用戏秤一撑 报数道 二两 这时 就听坐在一边的催酒 噼里啪啦巴拉了一阵算盘 高声唱道 徐家二号仓库被烧粮食 掐头去尾 抹铃找整 认定三万斤 侯奎不干了 然道 崔先生 你这数如何算出 崔酒说 三斤小麦烧成了灰 只有二两 二号粮仓的灰烬 不过两千斤 多一点 逃去仓顶的竹器 韦伯 麦街等灰烬 以此类推 发生火灾时的仓粮 不过三万斤而已 这时 就听林县令把金唐木一拍 喝道 猴奎 那两万斤粮食去了哪里 还不从十招来 猴奎吓得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几个牙一压着徐家粮店 米水分店的四个伙计 一同来到堂前 崔酒巴拉着算盘说 两万斤粮食 五个人来分 就是每人四千斤 按大清律 以偷盗论罪 当仗三十 流放三千里 老话说流放三千里 十去九不归 要是有人主动交代 我就替他 向县太爷求情 免了他的刑罚 话音刚落 一个伙计长武扑通 就跪下了 老爷 我家里有老娘 还有一群孩子 这里面没我什么事儿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接着 长武主统倒豆子 全部交代了 长武说 侯奎身为掌柜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输了钱之后还不起 就让几个心腹伙计帮忙 偷偷卖了两万斤粮食 一万斤还了债 一万斤做本钱 准备赢回来 可侯奎赢少输多 眼看两点总店 要来例行查库 两万斤的粮食 窟窿补不上 他着了急 就密谋了一条计策 趁着月黑风高 制造了汪家棉花 仓库灯笼 被风刮掉失火的假象 然后又点燃了 自家的二号粮仓 污赖汪家 这样既可以不用 承担失职的责任 又掩盖了 盗用两万斤粮食 一件双雕 常武管着二号仓的账本 怕出事 就偷偷记下了 侯奎偷卖的 两万斤粮食 被侯奎发现 威胁他不要多嘴 还把账本烧掉了 常武说完 侯奎他们几个就贪了 徐家的户主 徐老板 也气得浑身哆嗦 当场背过气去 从此 鬼钻盘催酒的名声 就越传越远了 清朝乾隆某年秋 在古黄县城外 虽奎河边的芦苇丛中 两个早起的打鱼人 无意中发现一具 捣握在水边的尸首 大惊之下 急忙来到县衙报案 新上任的支县江木之 带着三班牙蚁 很快赶到了现场 只见这幅诗已经腐烂 面目全非 分明已浸泡有日子了 尸首摆了大半天 周边的村民 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也无人前来认诗 又听几个李正都说 在这绵延千里的 衰魁河畔 常有上游逆壁的 浮尸顺流而下 想必这是句 难以查找的巫主诗 江之县正要命 牙蚁将尸首掩埋 突然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太婆 拄着龙头拐杖 在一个汉子的搀扶下 从人群后挤上前 跌跌撞撞扑至尸首边 左一拨 又一摸 嚎啕大哭 我的儿呀 是谁害了你呀 一个李正告诉江之县 这老太婆是离此无礼 远章乔镇的张老太 年近七十了 耳聋目昏的 全靠儿子张小山养活 张小山是个不贩子 常年在外东奔西走 江之县见状 心中狐疑 走上前 结问张老太 凭什么认出此师是他儿子 张老太斧着师身上的外挂 悲戚戚的道 就凭这件外挂啊 家里穷 买不起独轮车 更孤不起毛驴儿 我儿范步 只能用肩膀扛 外挂肩头 常被磨烂 我便为他在外挂肩里面 衬了这层耐磨的山羊皮 又用油绳秘密缝上 一个牙翼一番茧 十手外挂肩里面果然如此 江之县问张老太 你儿子是否有仇人 张老太道 我儿最老是胆小了 落个树叶都怕砸了脑袋 他老婆被人霸占了 他都不敢放个屁 他这样的人有啥仇人 你儿媳被谁霸占了 肃告本县 张老太犹是愤愤地道 提那个浪蹄子干什么 我已让我儿修了他 我张家虽穷 却穷得有骨气 容不得他这号 败坏了门峰的女人 说着又要扣头 却因年老体弱 悲痛过度 一头昏倒在地 江之县盲命牙抑将张老太台下 米郎中诊治 江之县正要转身回牙 一旁有个叫吴贵地走上前 挠挠头禀告道 大人 此事小人劣之一二 大人若是感兴趣 小人 颜值无妨 无贵挤挤眼 得意地述说起来 张小山的妻子谢瓦儿 身姿其长 面容秀美 虽嫁给张小山五年了 却因一直未生育 风韵不减妙龄少女 两个月前 张家的那只馋猫 又到隔壁花家客栈的厨房偷嘴 吴贵的妻子 也就是女掌柜花翠红气不过 叫张老太来捉猫 张老太拄着龙头拐杖走过来 猫没捉到 却无意中撞开了一间虚眼的客房门 只见他儿媳谢瓦儿 正和一个住店的客人 赤裸裸地滚在床上 张老太眼虽花 这回却将那客人认了个准 不是别人 正是古皇县有名的花花大少倪用斌 一向要强的张老太怒急 待儿子一回来 便将此事告诉了儿子 并立马逼着儿子休妻 谢瓦儿一出张家门 就为尼泳宾派奴仆用大花轿抬进了尼府 成了他的十一态 当下江之县带着衙衣们进去尼府 一进高大巍峨的尼府门楼 就见那些往日趾高气扬的尼府奴仆们 现在一个个神色慌乱 更可笑的是在罩碧前 有个洗衣服竟冲江之县他们连连摇手 大人老爷 不甘老身的事 老身没打那张小衫 只此一语 无异于不打自招 江之县心中更有了底 当即鹤令捕快们快快捉拿尼泳宾 捕快们废了好大周折 终于从一个小一态的床下 拽出了瑟瑟发抖的尼泳宾 面对江之县的一连串鹤问 尼泳宾虽头上大汗淋漓 却只字不吐 正在江之县犹如狗咬刺猬无从下口时 呼听尼府后花园里的一处阁楼上 传来几声巨响 紧接着一个被五花大绑 头中塞了毛巾的女子 竟从阁楼的窗口上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在楼下花丛中 正是谢婉儿 谢婉儿铺倒在江之县面前 手指着尼泳宾大叫道 老爷 就是这个恶贼打死了民女的丈夫张小珊 今天听人说张小珊的尸体 在河边被人发现 他好不惊慌 便叫狗腿子把我捆起 待天黑后好杀人灭口呢 多亏老爷早来了一步 原来张小珊外出饭部 往往一走数月 本与张家关系不睦的 花家客栈女掌柜花翠红 便时常瞒了张老太的眼 来找谢婉儿套进骨 谢婉儿虽也知 这花翠红名声极不好听 但自己每日守着 半龙半虾的老婆婆过日子 也韦时太寂寞 就算有个说话的伴儿吧 一天镇上来了个戏班子 晚饭后 花翠红便约谢婉儿同去看戏 在花翠红的房里 花翠红又是涂脂抹粉 又是吊坠插簪 见谢婉儿素面朝天 花翠红一笑 从梳妆台底拿出一支金钗 为谢婉儿别在了 他那如云的鬓发上 只说是借他带带 两人鸟鸟停停来到戏场 没想到散场时 戏台下突然骚动起来 你挤我拥的 好不容易才平定下来 谢婉儿一摸发剂 金钗已不翼而飞 顿时慌了手脚 回来后 花翠红一下子变了脸 让谢婉儿赔偿三百两银子 谢婉儿手脚发软 只知哭泣 花翠红冷冷地道 你若赔不起 我叫来金钗的主人 你自与他谈好了 此人正是对谢婉儿 垂涎已久的倪用斌 当下倪用斌装猫变狗 软硬兼施 终于迫使谢婉儿就范 并答应同他常来往 后来 倪用斌又指使花翠红 故意春光外泄 让张老太壮破奸情 终于如愿以偿 将谢婉儿偷进了自己的府中 倪用斌见生米做成了熟饭 一次酒后得意洋洋地说出了真相 南夜戏台下制造混乱 趁机偷去那金钗的 不是别人 正是倪用斌自己的狗腿子们 十天前的那个傍晚 谢婉儿打开阁楼后窗 恰巧看到张小山在窗墙下徘徊 谢婉儿见四下无人 用手指了指墙头缺口处 张小山会议 大胆地爬过了墙 来到阁楼同谢婉儿相会 突然 阁楼门砰的一声被人踹开 倪用斌带着狗腿子们 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进来 可怜张小山转瞬间被打得头破血流 谢婉儿发疯似的 扑上来护住张小山 却被倪用斌一脚踹昏过去 待他悠悠醒来 已是人去楼空 地板上空留一滩血迹 血迹里已有两枚被打折的门尺 今天一早 张小山的尸体被发现 狠毒的倪用斌一不做二不休 要将谢婉儿灭口 他便用头撞开窗子 死命跳了下来 谢婉儿哭诉着 将两枚门尺呈了上来 江之县接过来 叫过五座 两人一番而语 随后江之县一拍荆堂木 命牙一传唤 花家客栈的女掌柜花翠红 花翠红被带到了大堂 身后还跪着她的丈夫吴贵 暗台上的江之县往堂下一去 便知这花翠红是个不好对付的 刁破之父 果然江之县刚一拍荆堂木 花翠红便像被蝎子折了似的 叫起冤屈来 老爷 你好不糊涂 这姓谢小蹄子自语人有奸 观老娘何事 老爷你岂能捕风捉影 说着还像跪在一旁的谢婉儿 狠狠地脆了一口 而她身后的吴贵 却下了一个进耳的直打哆嗦 上下牙齿捉对二咬 最后竟然啊的大叫一声昏倒在地 江之县回过神来 命牙一用冷水将吴贵激醒 特令她如实交代 不然将落个知情不举的从贼之罪 吴贵嘴巴张了几张正要交代 花翠红回过脸来 横眉树眼 笨狠狠地训斥道 老娘不让你来你偏要来 你知道个屁 全是老娘干的 忽悠意识到不妥 急忙住了口 没想到这下倒把乌贵积上了火 疼得从地上爬起来 手点着花翠红的鼻子道 你还凶什么凶 你以为还是在你的花家客栈 今天大堂之上 老子还在怕你不成 花翠红大吃一惊 一时张口结舌 吴贵走上前 崇佑对台上扣了个头 声泪俱下道 老爷 您有所不知 这花是是个十恶不赦的淫妇 他 他早与倪用斌勾搭成奸了 我也只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谁让我是他花家的上门女婿 花家的一切都是他花翠红的 他一向把我呼来喝去的 我只能忍受 倪用斌纠战雀巢 又得拢望数 秦医要谋战谢瓦儿 而我家这淫妇 因与男人打情骂俏 曾被张老太痛骂过一场 他刻意报复 要出张家的丑 便与倪用斌一拍集合 那日他二人躲在客栈二楼 最东面的那间小房里 嘀咕出这条金钗计 不料隔墙有耳 让我听了个一清二楚 计成之后 那只金钗被倪用斌赏给了这淫妇 他藏在了床头柜的最底层 大人若不信 派人一搜就得 不多时 几个赶到花家客栈 查赃的牙医回来了 呈上了那只金钗 倪用斌面如死灰 一下子瘫了下去 江沙人凶犯倪用斌和花翠红打入大牢 江之县微喝一声 随之一拍金堂木宣布 退堂 退堂后 牙医们正要离去 江之县却拿出谢瓦儿 成交的那两枚门尺 拍打拍打厚厚的卷宗 条分履西道 此案并不这么简单 据谢瓦儿所说 张小山被倪用斌和他的狗腿子们 打得遍体鳞伤 且打断这两枚门尺 而现场这尸手却毫无伤痕 一口牙齿完好 一个也不缺 刚才武座告诉我 现场之师实际密闭 并非打死 诸位不觉得这是奇怪吗 众牙医目瞪口呆 大人的意思是现场之师 不是张小山 正是江之县碾虚道 此案的一切谜底 恐怕都在吴贵身上 吴贵堂审归来 理所当然的成了客栈的真正主人 第一件事就是将花家客栈的幌子摘下来 换成了吴家客栈 心里那个畅快进而就甭提了 一个稀稀利利的雨夜 吴贵正在门房里 守着盏油灯打瞌睡 忽有一个说话漏风的人 拍了拍房门 要求住宿 吴贵开了门一看 顿时害得睡意全无 来人竟是少了一嘴牙的张小山 吴贵一把将张小山拖进房里 眼上门 淒淒哀哀哀的道 你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外面 过个一年半载再回来吗 张小山畏畏缩缩 头里呜呜不清地道 吴大哥 我 我身上没带银子 只能讨饭 在外面实在熬不下去了 吴贵想了想 从菜柜里拿出几碟小菜和一壶酒 对张小山道 你先填饱肚子 喝酒削削法 我安排个舒适房间 让你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明天我悄悄地叫你老娘过来 同你见上一面 让他老人家吃个定心碗 然后我送你十两银子 你还得远走高飞 不一时 张小山吃喝完毕 吴贵吹熄灯盏 摸黑将张小山送至二楼 东守那间房 安顿他休息 张小山泄了吴贵 上了床倒头就睡 很快憨声大气 吴贵却隐在黑影中没走远 不一会儿除又学上楼来 用要是拧开那间房门 悄无声息地来到张小山床前 蹲下身一岸床下的一个机关 那床竟急剧下沉 直落底楼 接着传来轻微地入水声 吴贵正要按另一个开关 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呐喊 助手几个黑影蹭地飞跃而至 上前将吴贵按倒在地 其中一人擦的敲亮火石点燃松明子 正是埋伏在此的捕快们 与此同时 底楼传来张小山惊慌至极的呼救声 一个捕快手持松明子 飞奔下楼 破门而入 只见那底楼正中 是一口幽深的方形水窖 张小山正在里面死命乱扑腾 而在水窖的一旁 立着一扇油粗绳斜掉起的厚厚大铁板 似乎随时要坠落下来 捕快不敢怠慢 急忙将张小山拉拽上来 张小山已是喝了半肚子水 缩作一团直途 不快是这一拽那根粗绳 铁板便带着急风猛的落下 恰将水窖口盖了个严严实实 不快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原来花家客栈竟是谋财害命的黑窟 从花翠红的父亲时起 便建造了这么一个水床 一旦看准了合适的单身住客 便将这客人安排在二楼东手 这个特殊的房间里 夜里悄然下手 暗动机关 客人便于睡梦中落入水窖 随即铁板盖上 客人无步于无声无息之中溺水身亡 然后成夜将尸手拖出 扔进客栈后的衰魁盒 让人们误以为是上游漂流下来的浮尸 花翠红接手客栈后 依仗自己的姿色 这五本的生意做得更欢 至于扔尸手的火 便交给了丈夫吴贵 十天前的那个夜晚 花翠红又害了一个外来的珠宝商 吴贵背着尸手刚来到衰魁河边 突见几个黑影 也抬着一具尸手飞奔而来 吴贵慌忙躲入芦苇丛中 趁着月光 吴贵认出这几个家伙 是尼府的奴仆 尼府奴仆们到底害怕 将尸手往水边一撂 就慌慌张张跑了 吴贵这家伙极贪财 每回扔尸时 都要剥下被害人的衣物 有时还能发笔小财 尼家奴仆跑后 他便先剥那具躺在河边的尸手 拖过头来才发现竟是张小山 又蒙想起 今日张小山出远门贩布 便猜测定然是张小山 偷偷到尼府找谢瓦儿 却被尼用斌撞剑打死 不料吴贵刚剥了张小山的外挂 张小山竟哼哼起来 原来张小山并不曾被打死 只是昏死而已 吴贵瞅瞅身边的尸手 忽然一个大胆的主意涌上心头 忙从芦苇丛中跑出来 哼着小调 装作趁野岩和捉鱼的样子 从后面赶上了张小山 和他一起演了这出戏 这件连环案上成之后 花翠红因十来条人命在身 被判了寡刑 吴贵则作为从犯被判了斩刑 尼用斌和他的狗腿子们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军被冲军发配关外 至于张小山和谢瓦儿则苦尽甘来 夫妻得以团聚 乾隆年间 殿荡山突降一场大雪 早晨 沈德财打开院门 门外蹲着一只猴子 抱着一个婴儿 正冷的瑟瑟发抖 猴子看见沈德财 便拿起一根小棍 在雪地上写起字来 沈德财好奇兴起 凑过去看 却是歪歪扭扭的旧字 于是沈德财夫妇收留了这个小孩和猴子 小孩取名沈天将 贪指一挥奸十六年过去了 这一天 母猴取下脖子上挂的一个荷包 递给沈天将 里面是一方写满写字的手卷 非而杀你父母者 乃天台山雕手衣 沈天将急忙把写字手卷 给沈德财夫妇看 沈德财就把十六年前 母猴抱来沈天将的事 从头到尾说了 想不到自己的身世 还有这么一段曲折 沈天将不顾沈德财夫妇的劝阻 带着母猴到天台山找雕手衣报仇 在母猴的引领下 他来到天台山脚下 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 衣衫傍水之间 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展现在眼前 他猜想 这一定就是自己亲生父母 生前居住的庄园了 这时从旁边茅草屋里 出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突然指着母猴 如花 你是如花 母猴也认出了老头 拉着老头吱吱的又跳又叫 老头盯着沈天将 这一定是少主人了 和老主人长得真相 母猴连连点头 老头跪在沈天将面前 哭着说 老仆叩见少主人 老天真是有眼 保佑少主人长大成人了 老仆名叫相牛 这座废弃的庄园叫樊家庄 庄主樊老爷子膝下 只有一女樊小玉 能闻善舞 樊小玉收养了一只猴子 取名如花 闲暇时教她写字为乐 没想到猴子聪明绝顶 不仅学会了不少字 还写得像模像样 樊小玉见着猴聪明 又教她习武 樊老爷子收了两个徒弟 大徒弟耿天勇 小徒弟雕首依 耿天勇雕首依都喜欢 貌美如花的小师妹 特别是雕首依 一只厚着脸皮纠缠不休 竭力讨好小师妹 然而小师妹真正喜欢的 是朴实耿直的耿天勇 樊老爷子嫁鹤西归之时 遂了爱女心愿 把她娶给了耿天勇 雕首依黯然神伤 离开了樊家庄 婚后三年 樊小玉生下一子 小明飞儿 就在这年冬天漫天 大雪飞舞之时 雕首依突然回来了 师兄弟二人逐酒畅饮 雕首依悄悄下了迷药 迷倒耿天勇并杀了她 樊小玉心如刀割 仗剑为夫报仇 无奈不是雕首依的对手 樊被雕首依堵在房里纠缠 逼她嫁给她 并扬言樊小玉如不答应 她一剑砍死耿飞儿 樊小玉借口要考虑考虑 躲进房里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 雕首依闯进来逼她 樊小玉急忙把手卷塞进荷包 挂在如花的脖子上 如花抱起耿飞儿夺疮而逃 樊小玉挥剑自吻后 雕首依席卷了财物 杀散了众仆人 烧了樊家庄 听完向牛的讲述 沈天将早已哭成了泪人 他朝废墟跪拜下去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雕首依报仇血恨 夜里如花推醒沉睡中的沈天将 拉着他到窗边 用爪子抠出一条缝隙 只见月光下 向牛正搬着木柴 茅草棚四周早已堆满了木柴 向牛要放火烧死他们 如花搬来桌子 施意沈天将站上去 他再站到沈天将肩上 双手剥拉屋顶的茅草 露出一个大洞 他先纵身跳上去 然后倒挂金钩把沈天将拉上去 沈天将和如花悄悄溜到树林里 此时向牛点起火把扔进木柴 煞时间火光冲天 茅草棚陷入火海之中 沈天将和母猴悄悄溜到向牛身边 出其不意地把他摁倒在地 向牛看见他们 顿时魂飞魄散 喊叫饶命 原来 雕手一担心耿飞儿长大成人后 回来报仇 就收买了向牛手在这座废墟上 让他伺机杀沈天将 雕手一从没露面 每年派人送些钱财给向牛 并探听消息 沈天将思量再三 决定报官 通过官府的力量追捕雕手一 沈天将竟直到县衙击鼓民渊 刘献令看了肃壮和血书 一拍荆堂墓 混账东西 竟敢拿一只畜生戏弄本官 沈天将忙说 还有老仆向牛可以证明 刘献令一愣 向牛何在 沈天将说 住在樊家庄废墟 刘献令忙令传向牛 过了一个时辰 牙医来报 向牛已死 刘献令一拍荆堂墓 对沈天将大喝 好一个大胆刁民 分明是你杀害向牛 又冒名顶替耿家后代 抑郁陷害忠良 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然后把向牛的死坐实在他身上 强行划压 送进死牢 待申报上司 秋后问斩 母猴如花在一旁急得抓耳挠三 刘献令下令捕快们捉拿母猴 如花左窜右闪逃出了县衙 过了几天 都府严大人按惯例巡视各府县 快到天台山地界 忽然从路旁跳出一只猴子 惊动了严大人 跟班说 丙大人 是一只猴子拦在路中央要兔子 四周的差异哄堂大笑 严大人也不禁哑然失笑 好奇心顿起 吓了叫 带了师爷上前 只见路中央跪着一只猴子 双手高举过头捧着一张白纸 白纸上写着一个兔字 虽然笔画松散 弯弯扭扭 但字体仍然认得清 严大人皱着眉头对师爷说 这只猴子真的是来要兔子的 不知受何人指使 来刁难本官 师爷眼尖 大人 不是兔字 是冤字 风一吹 把字的上半部分吹折过去 只剩下兔字录出来 严大人仔细一看 果真是一个冤字 师爷上前说 猴子 你如真有冤情 就点三下头 卢华果然点了三下头 严大人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猴子 本大人决定替你伸冤作主 你且在前带路 本大人随你前去 卢华一直把严大人带到县衙 刘县令贺令捕快拿下卢华 严大人举手拦住 严大人问清楚原因 命取来案卷 他要审查 沈天将杀人一案 严大人看过案卷 眉头紧锁 对刘县令说 沈天将谋杀向牛一案 断得草率 无作验证向牛死亡的时间 恰好沈天将正在衙门喊冤 又怎么会有时间去作案 再来看看十六年前 樊家庄意外食火案 习武之人面对火灾 却出手无策死于火海 岂不蹊跷 刘县令唯唯诺诺 严大人斥令先放沈天将 向牛被杀案和沈天将替负深冤案 同时立案审查 现不快尽快查找谋杀向牛的凶手 和雕手一的下落 过了三天 嫌犯被抓了回来 严大人亲自审讯 嫌犯自称是雕手一 对十六年前 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称他作案后隐姓埋名在天台县城 并说向牛也是他杀的 因为向牛没有完成任务 并且出卖了他 他所招任的作案时间 与案情相吻合 案情至此似乎真相大白 沉吟办上 严大人吩咐带母猴如花上堂 因为只有如花认识雕手一 如花被带上堂 严大人一拍荆堂幕 贺问母猴如花 你仔细辨认 此人可是雕手一 如花嘴里吱吱地叫着 师爷明白他的意思 地上毛笔合纸 如花写了一个大大的假字 雕手一冷哼一声 一只猴子 怎能变得真假 进而转头 对言大人不无嘲讽地说 大人 你竟然相信一只猴子 这种断案方法 可是千古奇闻 话音没落 如花忽然冲上前 在雕手一脸上一抓 雕手一脸上的皮被抓掉了一块 雕手一急忙躲闪 雕花上前一拉他脸上垂下的破皮 结果令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人突然间换了一副脸 原来 这人戴假面具冒充雕手一 他见事情败露 咬舌自尽 案情又添新的迷雾 严大人传令 区省府请总捕头胡尔 前来协助破案 胡尔来到天台县 拜见严大人和刘县令 胡尔年近五旬 头发花白 一张脸布满疤痕 他只身一人出去了三天 回来后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耿天勇没有死 他还活着 在国清寺当住时 法号了尘 明天他会来到天台县衙 协助捉拿雕手一到案 当天夜里 国清寺 了尘大师正在坐禅 一条黑影悄悄溜到身旁 了尘大师睁开眼说 阿弥陀佛 师弟 你终于来了 黑影冷声说 师兄 果真是你 了尘大师沉声说 叛逆 你作恶多端 今天该是了结的时候了 说完 了尘大师缓缓派来一掌 这一掌蕴含了他毕生的功力 封住对手所有的退路 那黑影只得出掌相迎 两掌相遇 震得地动山摇 瞬间 两人已交手十几招 了尘大师明显占了上风 这时 黑影稳住身形 右手变拳为掌 使用瞻自觉 粘住了了尘大师的掌 源源不断地催声内力 他在逼了尘大师比拼内力 一吐两败俱伤 同归于尽 了尘大师无奈之下 只有运送内力抵抗 两人相持不下 内力越来越弱 这时 黑暗中突然射来一颗松果 正中黑影的脑袋 黑影挖得吐出几口鲜血 夺路而逃 母猴如花从黑暗中扑出 拦住黑影 缠斗中黑影的手臂 被如花撕下一块肉 沈天将急忙扶起了尘大师 原来 沈天将得知了尘大师 是他的父亲耿天勇 连夜带如花 道国青寺认父 这时只听一声阿弥陀佛 从殿后出来了 另一位尘尘大师 沈天将懵了 两位尘尘大师 到底哪一位是他的父亲 受伤的尘尘大师 伸手在脸上一扶 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居然是虎捕头 虎捕头抚摸着沈天将的头 慈祥地说 孩子 我就是你的父亲耿天勇 虎捕头缓缓回忆起来 十六年前 雕手衣烧了樊家庄 滚滚浓烟呛醒了耿天勇 耿天勇胸口虽然中了一箭 但见风偏了一寸 没有致命 他凭着求生的毅力 硬是从烈火浓烟中爬了出来 他被火烧伤了 特别是脸伤得几乎不成人样 无一块完整的皮肤 他亮亮呛呛地到了国庆寺 找到堂帝了尘和尚 了尘和尚虽然不会武功 但是董医术 在了尘和尚的细心照料下 耿天勇渐渐康复 但那一张脸 从此落满凹凸不平的疤痕 耿天勇告别了尘和尚 只身流浪江湖 寻访雕手一的下落 恰逢省府衙门招考捕快 耿天勇改名换姓为胡尔 报名考上了捕快 由于耿天勇身手好 又精明能干 破了不少大案要案 渐渐地升上了总捕头的职位 然而这十六年来 他竟然没有打听到一点 关于雕手一的信息 当言大人派人去请耿天勇 急呼总捕头 到天台县协助侦破 沈天将替父母鸣冤的案子时 他经不住热泪纵横 一是他的儿子耿飞儿 并没有葬身火海 二是他终于听到 有关雕手一还活着的消息 既然有人冒充 雕手一顶罪结案 其幕后主使就必然 是主谋雕手一 他冥思苦想 想出了一条打草惊蛇的计策 他首先假称国庆寺主持 了陈大师是耿天勇 然后就化妆成了陈大师 专后雕手一的到来 伺机其拿 只是耿天勇没有意料到的是 雕手一处于败事 突然引他比拼内力 他差点而成了亡魂 沈天将也把自己的经历 全讲了出来 耿天勇听得老泪纵横 天亮后 父子二人告别了了陈大师 带着如花奔向天台县衙 耿天勇告诉严大人案子已破 请严大人一起去捉拿真凶 严大人带着随从 和耿天勇 沈天将到了刘县令的内涯 刘县令慌忙出营 耿天勇直截了当地说 敢问刘县令 你可敢把左手的衣袖扯上去 让大家看看是否受伤 刘县令面红耳赤 特问你到底是谁 耿天勇暮暮远征 我就是耿天勇 我第一次和你讲话 从音质和声调上 就已断定你是雕首衣 为了进一步证明 我才设下一计 引你到国清寺 认出你是刘县令 刘县令双眉一皱 凶狠地说 既然已被你识破 不妨说出来 让你死也瞑目 十六年前 我逃离樊家庄 北上京城 改容换帽 隐姓埋名 花了八千两银子 托熟人 在吏部捐了一个官职 在外地做官十余年 前年改派天台县任职 因为母猴如花 抱走了你的儿子 我不敢掉以轻心 特意安排项牛 守在樊家庄的废墟上 见机行事 谁知项牛无用 你的儿子道县衙明冤 撞在我手上 我于是胡乱定了一个罪名 把他打入死牢 永绝后患 其实项牛是我的捕快 恐无所杀 只是想不到 如花这只畜生 坏我大事 拦叫喊冤 引起了严大人的关注 无奈之下 我买通了一名死球 让他化妆成我的模样 意图了结此案 蒙混过关 但是又被如花 无意间戳穿 已知弄成今天这种局面 督府严大人大喝一声 还不快拿下雕手衣 雕手衣哈哈大笑 你们已死到临头 师兄 你扭头看看 岸上中间的一炷香 那是我这十几年来 研制的独门迷魂香 无色无味 你们还不快快倒下 话音刚落 严大人等一干人纷纷倒下 耿天勇急火攻心 张口想说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轰然倒地 雕手衣从捕快身上抽出刀 砍下耿天勇的头 带雕手衣去寻沈天将时 却找不到沈天将 这时从外面冲进几名捕快 张公射箭 雕手衣因有内伤在身 不敢恋战 夺窗而逃 原来母猴如花捕捉到空气中的意味 悄悄在沈天将手里写了一个B字 沈天将本想告诉父亲 卢花焦急地拉着他就走 才走出内崖 沈天将头晕目眩 卢花急忙用冷水给他洗了一把脸 他才清醒过来 沈天将和卢花在县崖外碰上几名捕快 急忙叫他们快去救人 但仍然晚了一步 耿天勇已被雕手衣所杀 沈天将搂着耿天勇的尸体嚎啕大哭 离别了16年 父子才刚刚相认 而今却成永别 众不快追捕雕手衣 一直追到城郊的山上临海中 雕手衣正在树林间狂奔 忽然 如花从天而降拦住了雕手衣的去路 雕手一扭转头就跑 沈天将从树枝上跳下拦住了去路 雕手一举刀就劈 沈天将闪身攀住树枝 荡到一仗开外 如此缠斗了半个时辰 雕手一终于筋疲力尽 跌倒在地 卢花捡起刀 递给沈天将 沈天将手起刀落 雕手一人头落地 都府严大人把雕手一的人头 挂在城门上示众 拔空武收监治罪 奏报朝廷办理一切后事 沈天将把耿天勇 埋在樊家庄废墟上 并在旁边给母亲樊小玉 造了一座衣冠种 然后沈天将带着母猴如花 回到雁党山 娶了一房妻子 安心劳作 师奉沈德财夫妇安养晚年 并尊如花为猴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